我來帶大家看一下昨天提到的那個貨櫃屋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一開始覺得超懶 哈哈哈哈 就是超級簡陋 真的假的 不能用的冰箱 不能用 這冰箱壞了 沒有衛生 哇靠 沒有衛生紙太缺德了吧 超扯的 像這樣子啊 小弟我呢 現在人在歐滿的Maskat 為什麼又回到這裡呢 是因為 從阿布達比只飛的飛機 飛到卡達 實在是太貴 你知道多貴嗎 一個小時的航程 要三萬塊台幣 真的是搶錢 全部都是因為世界杯 好 那 等一下呢 再過一個小時我就要登機 要開啟我的 2022年卡達世界杯的足球之旅 我預計會在 卡達待一個十個環上 會看五場的小組賽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不看淘汰賽 因為其實 我會覺得就是小組賽 帶大家看一下氛圍 我覺得這樣就OK了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 給大家看一下最前面 大家人滿會換的那種感覺 因為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因為淘汰賽的票價比較貴 我跟你說啦 這趟的卡達世界杯十天 然後 五場比賽 九個晚上 總共是將近八萬塊台幣 真的是下重本 我記得這個錢呢 大概是到2.5倍左右 跟2018年的 俄羅斯世界杯相比 所以你就知道 中東到底有多貴了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其實這次的2022年 世界非常多的爭議 而且是從前幾年就開始 聊聊一下這次令人詬病的卡達世界杯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登機 好啦 那我們現在晚上11點多 已經來到了卡達機場 那我跟你說 因為市主的關係 你的SIM卡呢 非常的方便 它就在後面發放 然後只要秀出你的HIGHER卡 它就給你一張 Vodafone的 它好像是3G吧 然後會有給你兩天的使用時間 那不夠的話 你就自己來加值就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搭捷運 你只要一樣秀出你的HIGHER卡 捷運是完全免費 公車也是免費 我覺得這算是最基本的啦 好 那我們就直接出去吧 超級多人 然後 墨西哥人到處都是 因為你只要跟著他們的歌聲 你就知道 他們是永遠是最熱情的 跟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杯是一樣的 啊 市主賽期間 機場就可以領取免費的SIM卡 可以節省許多時間 機場也有直達市區的捷運 非常方便 我們現在在這邊然後 我住的地方其實很近 只有四站就到了 像我從機場出來 只需花了不到15分鐘 我就拿到我的行李了 這根本 比台湾海要快 那人力其實 耗費的非常非常多 好 現在你看睡著的 現在已經12點多了 那這個的話 地鐵基本上 捷運就是24小時啊 對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那明天其實很忙 明天我要去取那個 實體的HIGHER卡 留住紀念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我跟你說 這次卡達 因為世界杯 它一樣跟2018的 俄羅斯世界杯 有出限量的紀念潮 所以到時候就是要 好好的去收藏一下 明天要去他們的Commercial Bank 要去買個三四套 好好的留存一下 非常乾淨 好啦 那我們現在出來的地鐵站 我發現現在的天氣超級舒服 那我的飯店呢 走路15分鐘離地鐵站 那其實這邊 你有問題的話 他們都有非常多工作人員 你可以詢問 非常多的志工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對卡達的低音 像是不錯啦 好 那因為現在時間完了 我們等白天 再來好好的跟大家講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深夜的卡達絲絨 像對面的呢 這一棟就還蠻漂亮的是吧 喔這個天氣太讚了 現在大概可能20度左右 不能闖紅燈 喔 這裡就是我的飯店啊 這一間 La Villa Palace Hotel 感覺不錯耶 看 Check in check in 到了要開箱房間的時刻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找到最便宜的一個晚上 3000多塊台幣的房間 到底值不值得 Let's check it out 看起來蠻乾淨的 然後冷氣 電視 冰箱 那洗澡的地方 那洗澡的地方 這個洗澡的地方 看起來 不是很好 對不對 但我覺得可以啦 至少的地方可以睡 插卡插卡 來 各位 評分一下 我要在這個房間呢 呆上幾天 呆上7天 那現在已經 半夜一點半了 先睡覺 明天再來好好的逛逛 帶大家看一下世界杯的卡達 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明天見 321 YO 各位早安 有沒有覺得越來越興奮啊 我現在人呢 今天唯一重要的事情 因為沒有比賽嘛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 昨天提到的那個貨櫃屋 之前是移工宿舍 然後現在變成球迷的住宿 一個晚上比我現在住的還要貴一倍 200塊美金起跳 我當時沒有訂呢 是因為它環境實在是不忍之事 那到底在經過了數個月的改善之後 有沒有比較好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然後我已經聯絡了台灣朋友 他剛好就住在這邊 那一連也是住個10天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環境怎麼樣 那主要是房間啦 應該是有冷氣的吧 要不然現在雖然已經11月還是很熱 那我們來Check it out 原本基本上就是在一片沙漠 然後蓋出來的 所以看起來特別的大 特別的荒涼有沒有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新聞 這次的球迷村有夠貴就算了 還有許多令人詬病的地方 但看到這個大門呢覺得還不錯 裡面會是怎麼樣呢 繼續看下去 好那這邊剛好有個地圖 它真的是一個一個就把它這樣放在上面 有沒有 你就選你自己的位置 然後你的房間 然後這邊有大螢幕 就在後面那裡 就是它是一個沙發區 但是因為現在太熱 欸還是有人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沙發區 感覺蠻舒服的耶 有中東氣息你知道嗎 好那我們要來介紹新朋友了 這位是Mark 也是從台灣來的 你幾號到的 我是19號 然後20號凌晨到了 20號凌晨 就是開沐山那天 對開沐山那天 所以你要在這邊住多久 我在住十一晚 住十一個晚上 對十一個晚上 那我先問你啊 你就已經住了兩個晚上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一開始覺得超爛 哈哈 就是超級簡陋 真的假的 超簡陋 我們等一下去看 然後可是它越住越舒適啊 就把自己 有進入佳境的感覺 把自己布置得cozy一點 所以基本上硬體就是很一般 對 硬體超一般 你覺得一到十分 你可以幾分 就是兩百塊美金一個晚上 OK大概三分吧 哈哈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三分的出租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後面那邊就是reception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今天就你當主持人啦 反正我就是20號凌晨到嘛 然後我大概check-in check-in了半個鐘頭 然後完全沒有人 半夜然後半個小時 對啊半夜半個小時 就是他們check-in我覺得大概排 不知道是check-in多久 現在我覺得可能要排 可能要排 兩個三個小時吧 所以兩個小時 好恐怖喔 對啊反正就要弄很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環境 走 有些我吃過啊 但這個我吃過 好吃嗎 大概35塊 35塊 喔可以啦 還可以啦 所以你覺得這邊物價貴嗎 我覺得還好 還可以怎麼想 大概300到500塊一餐 好 就是反正出國當盤子嗎 對啊當盤子 也沒有當盤子啊 就是我覺得這個價格應該就是這樣 沒有就是球迷村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你的房間 就是這樣一個一個 是這樣一個一個房間 你是哪一區 C9 C區 C區房間 然後這邊 那邊有個超市啊 我都去那邊買 好我們等一下去逛超市 對 看一下超市 喔有賣球衣喔 賣衣服 賣衣服 球衣的話 整個這樣都有賣 OK 跟Basswood有賣 就是你要必罷商店都有賣 還好球迷村裡面的超市 價格並沒有比外面的貴 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開箱房間走吧 開箱房間走吧 好走 房間就長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三分的 一個一個 三分房間超鳥 沒有啦 我開始覺得說 我還在住11個外 欸對啊 我會瘋掉 後來就是 你要自己買日用品啦 喔 因為它裡面什麼 什麼東西都沒附的欸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我好期待喔 它真的 就是剛蓋好的東西啦 真的 上面還會有一點 什麼油漆類的 粉塵啊 有的沒的 會有一點 然後有時候 像這邊還沒蓋好啊 喔還在蓋嗎 現在還在 還在蓋啊 是喔 因為剛好是吃飯裡吧 可是還沒蓋好 反正它可能蓋好 差不多也結束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反正 有時候就會聽到 什麼隔壁在施工 什麼 像是那種櫃子 把他拿出來 把他做玩笑 哈哈 欸好free喔 對啊 他一定覺得空間 他不夠大 反正這邊就是很free啊 就是 我想要幹嘛 我坐這間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00塊美金一個晚上 對 207塊美金一個晚上 反正就是一個 儲物 不能用的冰箱 不能用 這冰箱壞了 你看 哇靠裝飾用了就對了 好非常好 然後原本是附 附這個啊 就是 杯子 對杯子跟水 這水是你自己買的 就自己買的 然後是廁所 廁所付兩個小罐的 對不對 那如果沒人怎麼辦 沒有 就自己買 然後沒有衛生紙 沒有衛生紙 哇靠 沒有衛生紙太缺德了吧 超扯的 沒有衛生紙 它好像都不用的 對他們可能就是直接 直接用洗的 對啊 反正就是 兩張床 然後一個桌 你一定特別整理過對不對 剛才整理 剛才整理 所以就是這樣子 充電就這樣 對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 小的一個 算是冷氣 小的兩 它其實就是 風扇 OK小風扇 它可以調溫度跟空這樣 然後 一個小面扇 然後 跟一些 它幾個衣架 反正就是 就這樣 兩秒可以開箱完 欸這真的是大學術者 這是大學術者 所以你要自己把它 佈置了一個 要fancy一點 要不自己fancy一點 你要繼續彩排 OK 好啦我覺得 你佈置了一個 有超過三分啊 有超過三分 可以可以 所以現在這個區域 是幹嘛的 這個嗎 這個區域是 球迷看球 就是今天會有大螢幕 喔大螢幕在那裡 喔喔 那感覺不錯欸 今天那個 餐館很大 欸 昨天是美國大 大威爾斯 全部集滿嗎 集滿啊 這邊集滿 因為它有附付一個圍籬 就是把他們全部都在這邊休息 喔可以 而且現在天氣其實不錯對不對 超級熱 對 我說晚上 晚上很涼 晚上很涼啊 對甚至可能會冷 會冷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早餐如何 對 怎麼樣 這個早餐 你覺得怎麼樣 應該最貴早餐吧 沒錯 目前最貴的 這樣一份喔 鬆餅一片 一個 croissant 然後半顆蛋 一瓶 有神之 這樣要 400塊 當個快樂的盤子吧 好 所以Mark 我們現在要離開球迷村 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去DECC DECC 這邊要換卡 這個就是 實體證 實體的版本 對 它要領這個 對它有吊牌 我覺得吊牌蠻不錯對不對 這上面有logo啊 然後也有個帶子 而且我覺得這最方便的是 我們在搭地鐵的時候 搭捷運的時候 我們不用一直拿出手機 它直接給它看一下就好 對 好方便 對然後 搭過去一小段 它在GZ在海灣那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進到真正的市區 WASBANE WASBANE 聽說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它可以看波斯玩 而且 就是FANFESTIVAL也在那裡嗎 大家有在一個叫Kersha 哪裡 但是也在那一區嗎 算那一區 對啦 差不多 可以走得到 因為其實杜哈它的 城市沒有很大 基本上用走的一天 都可以走得完 那我們就 來看一下市區 是你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挑戰 挑戰 你來照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叫Kornich 這一站呢 是只能出站的 它就是屬於一個 FANFESTIVAL的概念 就跟之前在俄羅斯的一樣 反正進去就是 好好的玩 盡量的玩 然後各式各樣的表演都有 它是一區有演唱會 然後球迷可以聚在那邊一起看球 可以買啤酒嗎 可以買啤酒 讚 一直都有供應啤酒 漂亮啦 所以就在FANFESTIVAL裡面才會贏 OK 反正在其他地方是買不到的 好我們現在沒有要進去 是因為還太早了 沒有沒有現在沒有比賽 我們要先去 West Bay 對 就沿著這條主要幹到一直往前中 就會發現了 最富有的地方 沒錯最漂亮就在前面 這條主要幹到的 這條主要幹到的 卡達這個國家 是不是跟你想像的很不一樣 但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外表背後 如果有看到新聞的話 也知道這次的世界杯 非常的有爭議 除了2200億美金 史上最貴之外 其中還有許多包括移工的傷亡 同志的權益 還有高層收賄等議題等等 其中根據英國衛報報導 卡達獲得世足賽的主辦權的10年以來 至少造成了6500萬名 投入世足賽工程的移工喪命 平均每一天都有一到兩人為了世足賽而死亡 卡達是一個高度仰賴移工的國家 全國人口大概300萬人左右 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都是移工 佔了90%以上的勞動力來源 但卡達的移工制度 卡法拉也是一支臭名昭彰 就像是現代的奴隸制度 超長的工時 利於法定薪資 無法成立或加入工會 遭雇主扣押護照等等的情況 時常發生 國際特色組織這些年 也著重調查卡達的移工問題 同時施壓卡達政府 必須改善這些政策 就連許多國家的足球代表隊 和運動員也紛紛的響應 為卡達移工發聲 包括了挪威、荷蘭、丹麥、澳洲和德國等等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關這次 卡達世界輩的相關議題 可以加入國際特色組織的全球聯署 立即搜尋卡達移工 或到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你也可以改變卡達移工的命運 好啦 那不是說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去拿實體的汗耀卡 然後就是要來換錢嘛對不對 我們已經換到了 我們現在在Commercial Bank裡面 那因為這次世界輩呢 卡達政府他們發行了600萬張紀念幣 就在這裡 22面值的就是因為2022年的世界輩嘛 哇 很漂亮 金黃色你看 完全可以耶 你看大力金杯 然後那個 這個球場應該是Russell吧 應該是 對 然後背面的話 你看 很漂亮耶 Mark 你覺得怎麼樣 值得嗎 超級值得 而且他不是只給你這樣一張 他還有給你一個信封袋 這是我在2018年世界輩是完全沒有的 你看 有點像我們金馬獎有沒有 要開獎的時候拿出來 然後裡面的風套是長這樣子 就這樣 然後你可以自己把它放進去 然後有所有球場的介紹 完全可以啦 22面值的話 換算台幣大概是180塊台幣左右 可是呢 他因為有這個風套 這一份是75塊 等於台幣大概600多塊左右 但我覺得還是值得 太爽了 太漂亮了 好啦 今天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的這位是Terry 嗨 就是他之前幫我 換那個五折員工票的 對 卡達航空的員工 也是台灣人 我們現在在現金交易啊 所以這邊的美金匯率是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的 所以是一比多少 一比3.65 3.65 對 所以他都怎麼樣都不會變 怎樣都不會變 所以就是 因為現在台灣美金漲嘛 然後換美金會比較快速 喔 來 感謝你 感謝 而且這邊你們換美金很難換對不對 對 美金很難換 前陣子很好換 現在就是前兩個月開始就超難換 他說卡達都不再進美金了 喔 是喔 對 他說就是要靠觀光客進來 然後結果真的都沒有觀光客 DECC那邊就是換實體卡 IR卡的地方 那我必須要說 真的很漂亮 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的大樓 全部都是各國的球員 Gather Bell 我最喜歡的 Wales的球員 OK 之前在黃馬立夏的漢馬功勞 我真的超愛他 昨天也在那個 對美國那場比賽進球 1比1踢合 那我們等一下就演這條 很舒服 而且其實中東國家真的非常的安全 在這裡啊 你會發現每隔大概 50到100公尺呢 就會有一個 穿橘色背心 穿螢光綠的背心的人 我問你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問他 這邊真的超好玩的 看這邊全部都是在換 開車 好 那我已經換好了 就在這邊 它其實就像信用卡啦 然後算是一個紀念品 免費的紀念品 然後進去到出來 只要大概10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可以去吃飯了吧 可以 走吧 Derek 有這個地培 你來決定一下我們晚上 中餐要吃什麼 吃什麼 他們想吃什麼啊 旁邊有一個 Mall 那我們去那個Mall其實都會吃中式去 也可以啊 但是Mars還剛從台灣出不來 還會瘋掉 這個證件袋一定要好好收藏 非常有紀念價值啊 健康 我們現在人在哪裏 所以Mark在Soup 我跟你說超級漂亮 而且我必須要說是我在中東這麼多地方 可以排得上前兩名的 第二名目前重缺 對我真的覺得這個可以 它主要保持得很乾淨 然後很有Feel 那任意很多 但是呢你可以直接坐在這邊 有點像來到歐洲 可以看到各國的重移啊 對現在就很棒 而且前面一定是大拇指啦 一定是大拇指啦 Mark 你覺得這個Soup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的傳統 就是新舊交雜 然後外觀會很多啦 就是聚集到這邊來 但是真的很棒對不對 真的超棒 超好拍照 哇這個舊的建築之上 這些大拇指啦 謝謝啊 謝謝啊 啊 好那今天呢在卡達的第一天 我覺得就用這個 一個素完美漂亮的景 來結束一天 那明天呢 就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比賽 我的2022年卡拉世界盃的第一場比賽 就是日本對德國 晚上來到樹更漂亮 它這個光打得超級好 然後有沒有看到後面那根很奇怪的東西 一定是大拇指啊 對不對 強烈吧 爭起 講述 拍薦 拍薦 Yep